哈囉大家好我是董潔安 哈囉我是劉環瑩 這次很開心能夠邀請到劉環瑩 來跟我們一起錄製這個訪談的節目 那因為剛好這一次環瑩來到高雄來表演 然後我想說這次機會不能錯過啊 趕快把他抓過來 然後因為他我知道 他有在使用所謂的Thumb Pick 因為我自己也是Tommy的愛好者 所以我有練很多鄉村的東西 我看你有練很多 另外一個Tommy的愛好者叫做Joe Robinson 我看你練很多他的東西 基本上我可以講 劉環瑩就是台灣的小Joe Robinson 不敢當 真的啦真的是你去看一下他的彈奏 就是那個根本就是Joe Robinson在世 所以他說他還沒掛 在線在線 所以我這次就特地把他抓過來 然後就是來探討一下 就是所謂Thumb Pick這個東西 因為就我看來台灣好像算是沒有那麼普遍吧 也是這樣認為 對所以就是會有點想要來討論一下 然後順便或許推廣一下 這個Thumb Pick的使用 這樣 那我們馬上進入主題 Yeah OK 那首先我想先問 你懷疑一下就是 你學吉他多久了 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從16歲開始學吉他 然後現在30、14年 高一 對高一 想14年的話 是蠻久的 對 你一開始就接觸木吉他嗎 對我一開始就是彈木吉他 那時候我家附近就是開了一間樂器 就跟朋友一起去抱 那一開始是就演奏了嗎 沒有沒有那時候我還不曉得 什麼Fingerstyle 也不知道演奏曲 我就是單純就是想要學吉他這個樂器 然後都是在學一些伴奏的曲子 那你大概是到什麼時候才開始 Fingerstyle 對然後我大概大二的時候開始接觸 所以那時候應該19、20歲吧 所以很晚 所以大概彈唱也是學了14、54年左右 對 所以是老師就是本來就有教演奏的這個東西嗎 沒有他沒有教 我演奏的東西是完全是網路上接觸到 覺得很酷 那你第一個看到的是誰 該不會就是Andy McKee 我看到那時候是 Andy McKee是一個 然後鄭成和壓迴光臺 對對對 就那個時候很紅 Andy McKee那個時候那個影片 YouTube一出來那個整個爆炸 對爆掉 真的是這樣講我整個回憶又來 對然後然後那個時候 分享一個經驗好了 就是我大學的時候有玩吉他社 然後我本來就只在 你是木吉他社還是 對木吉他社 對就是一般就是民謠吉他社 那我大二的時候是幹部 然後那時候我就只是有聽過Finger Style 那我沒有現場看過有人在彈這個東西 那我就覺得這個東西就是遙不可及 就是碰觸不到這樣 然後一直到我們 我那時候當幹部的時候 有李吉他辦了一個校園 那個時候就有李吉他了 創作比賽 對那個時候就有 而且他們辦了那個創作 創作比賽 對那 我知道那個比賽 對然後那時候就找很多 學校協辦 然後我就也有問到我們學校 那我就覺得這個很有趣 他們他就特別設立了一個 木吉他演奏 然後我們就 就答應了就辦了自己的工作 然後一辦了之後呢 發現我們學校有一些學長 就彈得很好 真的啊 對然後就有來比 然後那時候我就現場就聽到了 然後我就覺得 哇賽 太好聽了吧 這是怎麼辦到的這樣子 對然後我就 後來就一直有在follow 然後甚至到後來就去找老師學 對 後來就是找仲林 我一開始是找一個 也是烏圖幫的一個創始老師 叫郭一豪 對 後來才轉到仲林老師那邊 對 了解了解 所以可以這樣講吧 就是你 比較有在接觸finger style 然後開始在學習 比如說相關的技術 或者是歌曲的時候 應該是從仲林老師那個時期左右 應該是從仲林老師那個時期左右 郭一豪老師那個時期左右開始 對 那一開始就有使用 所謂soundpick這個東西嗎 一開始沒有 我想起來了 好 回憶一下 就是我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 有點久遠 對我那個時候 在找老師學之前 我就有在玩那個soundpick 因為我看那個時候 我看網路上很多吉他手都會用 然後我就對這東西很有興趣 而且他們彈得很好聽 我就在想說 是不是帶了這個東西 吉他自然就彈起來比較好聽 然後我就去買了 然後 在那邊玩 然後我就把我所有 那時候練的 本來是用拇指彈的 我都試著用指套來彈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有在練習這件事情 我小時候剛開始學吉他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個東西到底要給誰用這樣 我只知道有這個東西這樣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是彈電吉他 所以大部分我們都是拿pick 對 然後我想說 這個東西 為什麼不用pick就好了這樣 很不自然這樣 對啊 然後後來也是 哇好久了 我一直到大學 慢慢才接觸到fingerstyle 然後才看到tommy menu用 然後我才鑽進去 原來是這樣用的 就到這個 對啊到那個時候 然後也慢慢 才慢慢發現他的好壞 然後其他的利弊 這個等一下我們也會陸續聊到 對 我們可以先介紹一下 就是thunkpeak 大概彈起來會怎麼樣嗎 你可以先 好我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好了 這是我常用的thunkpeak 是什麼牌子 這個牌子叫golden gate 就是金門大橋的那個金門 它上面有個logo 現在已經被我抹掉了 它就是一個金門大橋的圖案 你在哪裡買 這我在Amazon買 你在國外店 台灣沒有 對台灣沒有人進 然後為什麼我知道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一個演奏家叫Don 叫做Don Ross 然後他就說他用這個牌子 thunkpeak 然後我就很好奇 然後我就上網看 那我先跳 跳一點問一下 你覺得真的有差嗎 我覺得好聽 我覺得這個thunkpeak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就是它的指圍的前端跟後端是不一樣 那因為我們大拇指本來就是細到處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很貼合我的手 那一般常見這種形狀的 比較常見就是那個downloop的 對我就是用downloop 對downloop其實也不錯 只是就是它跟這個音色聲音其實都很像 只是它的指圍沒有那麼的沒有設計過 所以就變成 對所以它變成你downloop的指道太進去之後 你前面的是空的 會有空的地方 那你只要如果你是有流手汗的人 你就很容易會滑掉 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 一直超有這個問題的 我都在想說 我最近在想說 我會不要去買肺子粉 你知道嗎 每次上台比較傻一點 對彈一點還彈 彈一段時間他還是會流手 對所以後來我一帶 這個我一買來 我一帶上去我就覺得 很貼 至少問題會少一點 對 我懂你說的那個感覺 它就很貼合 所以摩擦力就比較大 它就比較不會跑掉這樣 它抓的比較緊 對它抓的比較緊 它比較不會有那種 對容易會旋轉 對 好這個叫做Golden Gate 那 就是分享一下我對於 摩擦直套的音色的看法 我覺得一般 一般我們不太直套的話 其實也是會有分 有人喜歡長的指甲 有人喜歡短的指甲 有人是尷尬好一點點 那我自己是個人是 就是有喜歡就是留一點點 對那主要還是 剝的時候會有肉的 肉去觸弦 剝的時候才會經過指甲 所以等於說有一點一半一半 對 那但是如果我帶這個長度的話 如果想要都是肉的聲音也可以 嗯 就比較好控制 對 指甲比較不會卡 對我可以去用角度去控制說 我可以要一點肉不要肉 對 那我沒有帶拇指的時候 大概會 沒有帶指套的時候 大概會有這兩個用法 音色的差別 對 那 再來就是如果你不帶指套的話 其實我們的手跟這個弦 是有一個角度的 如果我沒有帶指套的話 那就手琴是這樣 這樣撥起來比較順 那如果你是這樣的摩 就是摩擦力就很大 撥起來就 是不是就是這邊會比較卡到斜一點 對會比較卡到斜 但是如果你帶著它 這樣子就變得不自然 因為你的pick尖端和手琴頭 出了一個角 對你頭數會撥到 而且撥起來那個角度也不對 聲音很乖乖 所以手琴很自然的 就會變成這樣 比較貼 對比較貼 對 所以就變成它會比較平行線 甚至你要門音的話 它是低於線 這樣子這個悶音這邊也會很自然 對 會比起這樣子還要容易一些些 對 那我覺得這是它 使用上的時候手型的 一個好處 對好處 也不是說好處 就是它的變化 對 那當然就你變成這樣之後 我覺得第一個最大的影響就是 彈吉他的時候 你會影響到下面三隻手 會變得比較有力 因為你的手會更接近 正常抓握的感覺 對抓握的感覺 那這樣子就是立起來 就你比較難有抓握的感覺 沒有 對 會有一個角度 對會有一個這樣子 可是你戴了之後 可能是這樣子 就會變得比較自然一點 所以我覺得戴了直套之後 我彈吉他的時候 這個力道自然會變得比較大 對 而且我覺得 其實我也蠻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剛開始學fingerstyle 你可以把一些你練過的曲子 你就是戴著直套彈彈看 因為它當你的手型變成這樣子之後 你自然就會提高你手的力道 然後當你在戴回去的時候 你下面的手其實會習慣那個感覺 還是會彈出那個力道 對 然後再來是 它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技巧 其中一個我很喜歡用的技巧 就是悶音 那只要我把這個手腕的位置 放在就是弦上 然後我彈出來的聲音就會 就這樣比較Q彈 那你可以試試看就是 把五指套拿掉 做同樣的彈奏 如果五指套拿掉的話 其實就會比較難 它可能就是 它會有幾個彈法 如果像剛剛這種彈音節 它可能就是用 一二這樣 這個樣子 這邊就很難去做悶音的動作 對這樣就比較不能悶 那還有一個方式是用 這樣子 這我就比較沒有練 因為你這樣子會變成 你貼住下弦枕 所以你的拇指就一定會平行 手指頭撥弦的角度都變了 對你一定會平行這個弦 所以阻力就會很大 撥起來就會很難 對 那你用指套的話 它就是一個peak peak的形狀 就很尖 一個尖端 所以就比較好彈 而且它也比較硬 它那個力道會比較重 對沒錯 因為悶音的時候 其實要一定的力道 那個聲音才會出來 對這是悶音的技巧 那其實悶音的話 就可以延伸到很多 一些像是 待會我會提到的 一些鄉村風格的 的感覺 對那 這個技巧其實 甚至在你彈一些 比如說比較書琴的曲子 你想做一些音色變換 也是ok的 那像你現在彈過了那麼多的 不同的歌曲自己 包括自己的改編 然後從以前到家 學的不同歌曲 一定有彈到很多 有用拇指套 或者是沒有用拇指套 甚至可能單獨 只用所謂的 flat peak 就是普通的peak 對那 你覺得這一些不同的器材 用手指頭 用peak 用stomp peak 對你來講最大的差別是嗎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就是手型不一樣 就是說 以技術上來說的話 就是你的彈奏的感覺不同 對那 這是第一個 這個其實就差很多 因為你用不同的 因為我們練一首曲子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習慣的方向 假設我都不帶指套 彈這首曲子 那我可能會有一個習慣的手型 如果突然要我帶著 我可能會 欸要想一下 那甚至不用說 比如說我是直接拿一個peak 彈那根本就 會完全不一樣 對 你的食指都被局限住了這樣 對就是 就是技術上 我們動作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個要必須重新習慣 然後第二個就是音色上 音色上 就像剛剛提到的 就是當拇指撥出來 是肉去接觸弦嗎 那這個是用peak去接觸弦 那如果是拿peak的話 它跟這個又不一樣 因為這個東西你拿在手上 它沒有什麼 你不能 你沒有辦法放鬆 它就是很緊 所以你彈下去的時候 就 你要靠自己的手腕去放鬆 可是peak 你可以就是稍微拿鬆一點點 不是拿緊一點點 那聲音會不太一樣 對 我懂你說的這個 因為 等於說 peak有沒有peak 我有 你剛剛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是拿peak的話 等於說你可以捏得很鬆 對 然後它就會自然比較鬆 可是如果是傷peak的話 它是直接貼在你 對它就是永遠都是緊的 它就不會有這種 你拿著 然後它還會 你撥下去還會有點 可以讓你動的感覺 對因為我們彈用peak的話 其實你可以很輕嘛 就是可以這樣 把它放超軟這樣 對然後你拿緊一點 而且我剛剛想到的是 如果是soundpeak的話 如果是拇指套的話 你還不希望它鬆 對 因為鬆就代表說它快掉了 對 你會很緊張 對所以說你用這個彈的話 如果你要那種很小聲音 就你必須要很靠手腕 呃 那個動作的出發點其實不太一樣 其實這個我覺得已經比較細節了 就是說 因為它這個你本身拿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你要讓它比較小聲 你就一定是 這個其實真的也是我很不習慣 我很不習慣拿soundpeak去談單 很討厭 我一開始也很不習慣 我就覺得我peak可以控制得很好 對 然後也可以做出很多動態 可是這個就不行 對它很難弄 對它會有一些 一直會有過大的問題 對沒錯 其實就算你我現在就算再怎麼習慣 它還是會跟peak是不一樣 對尤其對本人操作者而言 對 就是差異更大 peak還是它還是最 怎麼講 那個range最大 可是它就是把你的獅子給咬住 對 比較麻煩 那你什麼時候會去選 比如說你現在要創作一首歌 或是改編一首歌 你在選用這三個東西的出發點是什麼 你怎樣的狀況會讓你說 好我今天這首我就是要用手指頭彈 這首我就是要用拇指套 其實我第一個是我 我比較少用就是flag picking 就是正常的pick 對這種我比較少這樣彈 我大部分就是帶著它或是不帶著它 那什麼時候情況我會選擇帶它 什麼時候不會呢 就是當這種曲子是有比較多悶音的 不管是什麼樣的曲風 只要它有這種悶音的東西比較多 即使是抒情歌 對我就會帶它 或者是 那另外一個就是 假設我會用到一些這種聲音 那種從表面劃過去的這種聲音 對這種聲音我就不會帶它 因為我帶了這個就完全做不了 因為它就是我的拇指的肢肉 對大概比較常見的是這兩個差異 所以就是一些技法上導致聲音上面的選擇 對 因為這有點沒有辦法 那麼可以控制 對而且這就會變成 因為有時候就是有些段落 你覺得帶這個比較好 有些段落你就是想要這個聲音 所以你就會變成就是說 你必須選一個 你必須選一個 你真的沒辦法 對就是必須選一個 可是那也沒有關係 其實我覺得 那你有沒有想過就跟那個500老師一樣 就上面掛一排Sound Peek 可是我還是要掛一排 沒有有時候這個 需要的時候就把這個彈掉 把它彈掉 其實我都掛在這裡 沒有你這樣來不及 這樣來不及 這樣來不及 那邊掛一排 你要用的時候就不止插過去 我可以黏在這裡 對 所以可能是一個方法 不過有時候是切換的很快 就比如說你只是彈一下 你想要刷一下 對不對 比較細微 但是我後來就 換一個想法 就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說 如果是那種 我帶紙套可以 不帶紙套 也有可以的話 其實差異就只是詮釋的 音色不一樣 但其實都是還是在詮釋這首歌 所以說 我不需要就是 我不想 我不用就是想說 我一定要 這段我一定要用最好的 那段我一定要用最好的 我就是用我 適合的方式去 用那個沒有帶紙套 我就用手指頭去詮釋這種 我用另外一個方式講 是不是就是 反正我兩個都練 對對對其實兩個都練 我今天如果剛好沒戴到紙套 那我就用手指頭 對 沒錯 其實到最後會 其實我覺得 因為你這個拇指 紙套戴上去之後 手心會變 可是 一開始不習慣的時候 你可能連下面三隻手指頭 都會跟著變很多 但是我現在 如果你已經練熟 你可以就是兩個交替用的話 其實你不會 你會覺得就是下面三隻手指頭 感覺是一樣 反正你的操控的range更大 對沒錯 像我也會這個樣子做就是 你去看 Tommy 比如說這首歌 他固定都會用 在比較正式的演出 你都會看到他用 對對對 可是有的時候 比如說一些訪談的內容 或者是一些interview之類的 他可能就沒帶到 對對對 然後他或許就會用手指頭 或者是同一首歌 他或許就會用pick 對 然後我看到這件事情 我就知道一件事情 人家就是屌 人家就是厲害 他怎樣都可以 對其實就是 所以那個時候 我看到這個 我就想說 反正都練就對了 對其實沒錯 我覺得就是都練就對了 可是我覺得也不用想得太 因為如果通常 我平常有在做教學 如果通常你這樣講 聽的學生就會 這麼麻煩 可是我覺得你練也不用怕 就是說 你就是很自然 你平常練就是 比如說你現在練這首歌 他帶指頭那你就帶 那你可能練熟之後 有一天沒帶 你就試著玩一下 其實你玩久了 你就會抓到這種 用另外一個方式去談 我也都是跟學生講說 如果是新的 我就想說 現在先選一個 我就不管你喜歡哪個 你現在先選一個 你先選一個 然後之後要變那個 之後再說這樣 對沒錯沒錯 然後如果是比較 比較進階 比如說 像比如說電吉他有一些 他會拿pick 然後他會想要用這邊的手指頭 可是一般他們 大部分就習慣直接使用pick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要把手指頭加進來很困難 然後其實 我覺得最廢話 也是最簡單的一句話 就是你從現在開始 把所有的彈奏 你習慣彈的所有東西 都用這個彈 對對對 對啊 那我覺得如果你要換一個 你不習慣的方式彈奏 其實最重要的事情 是放鬆 因為有時候你比如說 比如說我現在我不習慣這樣子彈 假設我不習慣這樣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很害怕 就是我會不會彈錯弦 你可能手就會 比較奇怪 對你就會 知識啊 對你就會自然會有一種 比如說我怕這個碰到弦 你就可能就會做一個誇張的 手型的變化 就是你要避免這件事情 對但是這個其實很 你自己去發 你自己去練一定會 偶爾會遇到一些 你練歪的地方 就是最好還是找一個有經驗的人 跟你說你的手 這邊再放鬆一點 你要再回來一些些 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快一些 其實等一下 等一下我想要再跟你 多聊一點 放鬆這件事情 雖然說這句話聽起來很幹話 沒有這超重要 我覺得 每次跟學生講說 放鬆一點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聽這句話 覺得很幹 然後 對對對 但是這句話你真的要 時刻提醒自己 沒錯 然後我特別想要聊的 聊的原因是因為 我前兩個禮拜 在跟你對訪鋼的時候 然後你就有 特別有寫到這個東西 然後 因為那陣子 我前幾個禮拜 上個禮拜吧 有PO那個 聖誕歌曲 有沒有 彈奏 對然後所以我那 剛好那個附近 那幾天我剛好在 在就是家警戀那首歌 因為想要錄音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到你打放鬆 這樣子 我是沒有很特別去思考這件事情 但是你突然把它打到這個坊 裡面 然後把它列為一個蠻特別的項目 我就把這個變成 它是一個特別的東西 然後那幾天就有點記在我的心裡面 然後我有跟宇哲講 就是我去找宇哲練我們下禮拜要表演的歌曲的時候 那首歌曲叫Everybody Knows 然後那首歌它把它編得很難 它有那個很明顯的bass的聲音 然後很跳很激烈 然後高音的旋律的聲音 又在下面 然後我剛開始聽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就是旋律不夠跳出來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跟他的建議就是說 就是你把大拇指放到最鬆 然後就是如果你真的想用力的話 就是這邊用力就好 然後完全就不一樣 他自己也很有感 對 然後我為什麼會跟他這樣講 是因為你這句話 刻在我 就那幾天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特別刻在我心裡面 然後我稍微有去run了一下 有去思考一下這件事情 會怎麼去講 然後我在錄Jingle Bells的時候 我很刻意的去放鬆我的大拇指 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就是我整個得到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然後就是我們剛剛也有聊到 就是你剛剛表演完我們也有聊到 就是我最近彈吉他 我會刻意的 原本是這個樣子 我會刻意的 對把肩膀放鬆 把放下來把它放鬆 對 我就是為了要讓我的整個狀態是鬆的 因為那一次經驗以後 已經讓我體會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就是因為你這句話 讓我整個去串聯我以前的經驗 然後到現在的狀態 對 所以我整個 就是我很想分享一下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真的完全不一樣 你看我彈吉他也談那麼久了 然後很多事情也是需要這種 緣分 對 其實有時候去有一個靈感 就是突然想你會去思考這件事情 對去讓你的生命感受到這件事情 讓你的身體感受到這件事情 你才有辦法做對方的生意 對 沒錯 我覺得感覺倒是非常重要的 對 那我分享一下 我對於放鬆這件事情的理解 對 那我覺得 所謂的放鬆 其實就是你在做 我們手指頭的肌肉其實很複雜 身體的肌肉其實很複雜 那假設我們現在是 在剛開始學吉他 我們手指頭其實很少會去做這種 這這麼獨立 一根手指頭在上上下下的動作 所以說你的手指頭 比如說你的 我這邊無名字要動的時候 如果你不習慣 你的中指小指一定會更有名 我覺得最明顯對初學者來講 就是他們會擠在一起 對 就是你會感覺 你要去感覺你的手的肌肉 就是說你真的只有你要動的 那個手指頭要動 其他手指頭雖然沒有動 但它是不是僵硬的 對 如果你可以感覺到這件事情的話 你自然就會去慢慢的把它放鬆 調整 對自然就會去調整它 對 其實我覺得如果要說學樂器 最重要的天分在哪裡 我覺得這絕對是前幾名 你能感覺到你的手指頭的肌肉 有沒有 我們叫做那個叫做 帶長 就是你在重訓的時候 你手帶用力 你可能這邊的用力 你可能整個身體都要用力 對 其實就是一樣的意思 你要讓你的用力 用力的方式變得很精準 對 對 好但是講到這邊 通常 我都在 我跟學生學生這樣講完之後 他會說 可是我就是做不到 我明明在動的時候 中指就是會跟著動 這樣子 完全一個既視感出來 因為回到上課的畫面這樣 那該怎麼辦 好我跟大家分享 我的方式就是這樣 我自己練歌也是這樣 就是 你先不要動右手 比如說我現在要做這個動作 那你就右手都不要動 左手動就好 而且左手動還有一個限制 就是你不要用力 你就只要去動就好 你能不能比如說找一首歌 就是 簡單的做幾個動作 我看看 因為我有一點沒有辦法理解 好 我現在有兩個和弦 我要從D和弦 換到G和弦 好那這個時候呢 我在換過去的時候 假設我的直法是 T12132121 我最後彈到的音是 獅子按的這個音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我要換到G的時候 我的無名字要按到G 低音的G 那如果你這個時候在換的時候 是不是你的無名字就 拿起來的時候 你其他手手跟著放掉了 對吧 因為這很容易啊 因為我們無名字拿起來 我們不會去刻意的 還把這兩支手指就留著 所以說我拿起來的時候 我可能這兩支就是跟著放掉了 那大部分 大部分一開始在練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把我們的注意力 集中在無名字上面 所以我們不會去管這兩支 到底在幹嘛 我們就直接放掉了 但是放掉就會造成 我的D的這個和弦 最後一個音就斷掉了 好那要怎麼做才可以 消掉這種感覺呢 就是你要把你的 在這個轉換的過程中 只有他在動 這兩支還是要按照 聽起來是不是很順 OK所以重點是 無名字動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注意到 這兩支不要動 OK 這個就是所謂的 你怎麼 你控制手指頭的分離度 或是細膩度 所以你就會先單練左手這樣 對那我就會這樣子 我都沒有用力喔 我現在就只是碰在弦上了 所以你沒有按下去 對我也沒有按下去 因為你只要以用力 我覺得我們的身體就是這樣 我們只要以用力 就是緊繃 越用力 緊繃程度就越提高 所以你當你完全沒用力的時候 你是最放鬆 你是可以最百分之百去 控制你的手指頭 那如果你一開始彈奏吉他的時候 就已經是在剝弦 已經是用力壓弦的狀態 你就很難去體會到 到底要怎麼去控制這根手指頭的感覺 所以說這個練習的目的就是 一定要先感覺到你的手 要怎麼動 他是不是算是他的練習的目的 算是 主要目的是拆神經 對就是拆 其實就是拆神經 簡單來說就是拆神經 但是我們在彈樂器的時候 我們會想要很快彈出這個聲音 打鼓的時候 其實也會跟你拆神經 可是鼓很直覺 打下去就是有 所以我們就是等於 就是在做這個動作 可是彈樂器不一樣 就樂器彈吉他 你還要管右手 對不對 你還要管下面 你可能要彈什麼位置 哪個音什麼樣的 所以說其實情況會比 單純只是節奏還要複雜很多 所以你要先把你的動作 先單純化 就是不要用力 讓你可以完全控制你的手指頭 然後這樣子去 感覺你的手要怎麼動 因為如果你的手指頭可以 比如說以剛剛這個例子來說 你的無名指可以這樣子上來 然後這兩隻完全不會被影響的話 那你就沒有道理 你不能用力的時候 也做不到這樣子 對吧 所以說就是 我們的手就是 怎麼講 用力的方式就是這樣 所以當你可以 我都放鬆的時候 我可以這樣子的時候 那我試著 壓緊一點點 再做一次 好 就循序漸進 慢慢慢慢讓他去做 對 做習慣 所以我現在加了一點力道 我覺得就會更緊繃一點了 對不對 所以更緊繃一點狀態 我還可不可以 我還能不能做到這個動作 可以 那我再用力一點 再用力一點 好 差不多其實用力到一定的程度 你就發現你其實已經壓緊弦了 你就可以 就可以配合右手去做一些測試 對 那我認為這個練習 這樣子的練習方式 才是你在練習的時候最重要的 應該感受到的事情 對就是你要練finger style的東西 你剛入門你想要把這個曲子串接起來 這個是最重要 尤其finger style這種演奏的項目 它動作又比一般彈唱複雜很多 通常來說 通常來說 對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左手嘛 那可不可以請 請歡迎你幫我們介紹一下 右手的放鬆相關的一些訣竅 好 或是該注意的事項 其實我覺得 好剛剛這樣東東一問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有個最好的訣竅 就是你在非常安靜的地方練琴 你在非常安靜的地方練琴的時候 你輕輕撥一下 你就覺得它音量夠 那自然你就不會太用力 對所以我以前常常會晚上的時候練琴 我每次都覺得晚上之後 我的吉他比較好聽 那為什麼呢 後來我發現了 因為我彈這個時候都很新 但是當我想做一些表情的時候我可以 那個音量上的變化就會很明顯 對動態就會比較大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讓你的動態變大 當然提高音量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的觸弦方式是要去練習的 但是有另外一個方向就是 你要可以彈得更小聲 對你要可以彈得更小聲 而且你要去習慣這件事情 因為通常如果我們都在很吵雜的地方練的話 我們彈吉他自然就會想要很大聲 因為吉他並不是一個非常音量非常大的樂器 我們就用很用力的方式去彈 但是你用很用力的方式去彈的話 就會變成你想要更大聲的時候沒有辦法更大聲 這是你想要更大聲 因為吉他的音量大概極限差不多是在那邊 然後你想要更用力的時候就發現 打弦了 爆了 那個音色又不一樣 對 所以你應該是先很小聲的 加一點 再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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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像歌手唱歌的時候會有很細微的動態變化 你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也就是說 利用在一個比較安靜的空間 然後讓你的動作力道整個變小 然後因為你為了要彈奏比較小的力道 然後去放鬆你的右手 一個相對的讓它去變相 讓你自然的去做這件事情 對 對 OK 那有關紙套的呢 如果我們戴上紙套又有什麼放鬆的訣竅嗎 剛剛少講一點 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彈一段 有點fingerstyle的感覺 就是兩個聲部的音樂 我做兩個版本 大家聽聽看 差異在哪裡 第一個是這樣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這樣 老師選我 老師選我 好請說 請說 你強調了那個旋律 其實我不是強調旋律 我是把伴奏放鬆 對 其實是反過來的 它就是變相的 會讓你覺得你強調的那個旋律 對沒錯 其實你已經彈的夠大聲 只是你的伴奏聲音不夠小聲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彈fingerstyle 跟你在幫自己自彈自唱伴奏最不一樣的地方 你要把你的手指真的當成兩個樂器來看 所以你就要去練習你的手指頭的用力的分離度 對 那當你一分離 你閉著眼睛聽 剛剛的第二個彈奏的話 你就會感覺很像有兩把其他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音量不一樣 音色不一樣 表情也不一樣 所以自然就會覺得是兩個樂器在彈 好像有兩個不同的世界的東西 對 對沒錯 那如果你有這個觀念的話 其實很多曲子你都可以 你就會試著去做到這件事情 用同樣的方法加以應用 對 因為你已經放鬆了 所以說 可是當在做這件事情 最難的地方就是說 你如何大拇指放鬆 然後你突然之間 要彈起來 有一個音 兩個音要用力 對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覺得所謂的右手的細節 因為這個 這不只跟你的手做不做到也沒有關係 跟你有沒有想到也有關係 你可能有想到 但是做不到 你可能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沒有想到 兩種可能 對 對 有的比如說技術練的比較高超的 他們不一定會想到這件事情 對 就沒有做這件事情 那有些人是 大部分初學的可能是做不到 那如果 本身音樂感比較好的人 他就會感覺到他自己彈不好聽 他可能慢慢就會 去修正他的彈奏 對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 重點在這裡 就是你心裡知道 但是你還做不到 跟你心裡不知道還做不到 是不一樣 嗯 剛剛那個就好繞色 對 大家放慢動作回去聽 那進階到拇指套呢 其實拇指套也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 他 因為他就只是換一個方式促閒 但其實他的道理也是完全一樣 對 但是 可以特別講就是 比較鄉村技巧的東西 我先舉個例子好了 我也是談兩個版本 我就只彈一個伴奏部分 第一個是這樣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好 大家覺得哪個比較活潑 應該說比較自然一點 比較有表情一點點 可以想一下 第二個嗎 對 我覺得是第二個 因為第一個我把兩個 我每個音的音量跟力道都一樣 所以聽起來就會覺得 每個都一拳一拳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動態稍微分開來 我把二四拍加重 一二三 聽起來就比較活一點對不對 那 這個變化是只有在第一個是音量上的變化 第二個如果你可能在音色上也做變化 比如說 它聽起來就會更像是 更自然 更有人性一點 因為它一直都有變化 它不是一個像機器一樣的聲音 都是一樣的感覺 一個路的那種感覺 對 如果是以鄉村的風格這個技巧來說的話 你可以試著就是放鬆的狀態下去彈奏不一樣的動態 其實不帶子套也是一樣的 所以說其實雖然我們今天的主題比較focus在拇指套 但是我們聊到了放鬆這件事情其實這已經無關子套了 對其實都是 就是 你不管在什麼時候我們都要試著去用各種方法去嘗試做到這件事情 對 而且它的道理其實都是一樣的 對 而且左右手是一樣的 就是說它也要 它有它放鬆的要注意的地方 它也有它放鬆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像這種弦樂器兩隻手在做不一樣的事情 其實就你練到最後你會覺得兩隻手的感覺不太一樣 就你會覺得左手很鬆 右手可能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它可能比較緊一點點 然後它的 它可以分離的感覺不一樣 就我現在彈吉他很久 到一陣子應該都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在吉他上操作的內容細節不一樣 對 了解 特化的地方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稍微介紹一下鄉村的一些彈奏嗎 鄉村的彈奏 好這邊就分享一些我覺得可以練習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悶音 你先把 比如說我們就做一個簡單的C和弦 我們就這樣 Do Mi So Mi 這樣子的一個loop OK 好那你要先習慣你的手放在 這個 下弦弦的 比較低音弦的位置 嗯 你先把這個動作做出來 好但是做的時候呢 這三隻手指頭 就放鬆 你要怎麼放鬆都可以 你可以放在弦上 然後你也可以都放在一根弦上 你也可以貼在弦板上 可是不要這樣 也不要這樣 不要握拳也不要單純的彈開 對 找一個支點去靠著這樣 對 其實找一個 我覺得最準確來說應該就是 你感覺你的手是 你拇指突然停下來的時候 你的手還是自然的就好了 就是這種自然放鬆會有的位置 對 而不是這種就是 對 因為你一開始彈的時候 我們的注意力就放在拇指了嘛 那你可能 你其他手指頭有一些張力 你沒有發現 有個練習方式非常好 就是說 一個小節有彈 一個小節不彈 好但不彈的時候 那幹嘛停下來 為什麼 你要去注意你的手 在這裡 轉移一下注意力到這裡 看你的手的感覺 是不是跟剛剛你的彈的時候一樣 嗯 所以一定要一下有 一小節有 一小節沒有 你才會有這種很明顯的感覺 嗯 嗯 但如果你一彈的時候就變這樣 然後停的時候就回來 欸你就發現不一樣 嗯 你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你就會看到那個差異性 就在這過程中 盡量保持手的一致性就對了 對 對 就是沒有動的地方 也是要注意的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好 那 好 這個結束之後呢 其實再來就是加重力道 就是把二四弦 二四拍的 拍子的力道加重 好 那怎麼加重呢 當然最直接就是你就彈大力一點 但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像我 平常喜歡 比較喜歡的 有在彈這種風格的 比如說 Tommy Avenue 然後Joe Robinson 然後Chile Ekins 可能一些 常彈這種風格的吉他手 我發現他們的 在二四拍的時候 其實特別不一樣 就是他們其實手是鬆的 就是這個地方是鬆的 這個地方 他並不會定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 你在二四拍的時候 你手要稍微 跟著律動去擺動 對 其實我很難用言語形容 但是大家可以看我的手的感覺 就是我講的這個 你看我的手腕 有什麼變化 其實我是有一點這樣的感覺吧 並不是 不是固定詞在這邊 對 所以說 這個差異其實 我覺得沒有好跟壞 就是說它感覺不一樣 但是當你聽這種 比較美式的風格 你會發現它二四拍就特別重 而且它就是 比較輕的感覺 很需要那個 我是覺得這樣子的晃動 其實有一點是把 這樣子的律動感交給身體 讓你的手有點像在跳舞 對 然後你的手在跳舞的時候 代表說你的律動已經在你的手 那你的手 再透過這樣子的律動去碰到吉他的時候 你會很自然的把這個 律動帶到吉他上面去 沒錯沒錯沒錯 其實就是你要手要放鬆一點點 但是已經是第二階段 因為第一階段 你一定要先放在原位 不會動 這樣才有下一個階段 所以你一開始就是不要動 沒有關係 那你都 聲音都彈穩定了 所以穩定了 你再 先習慣這樣波線 對 那當你做到這個階段之後 你就會發現 有時候你刷下去的時候 你會刷兩根線 對 那這就是為什麼 有時候你看到有些鄉村的譜 它會 它會寫兩根線 或者是有的時候會有那個Ghost Note 就是刮號 刮起來 對對對 它其實不是要你這樣彈 它是要 一點點有效到就好 我是覺得這個是 這也是這個鄉村的這種 Tommy叫做Bone Chick 對對對 就是這種曲風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都是這樣跟學生講就是 它其實是在模仿 對沒錯沒錯 然後它為什麼要這樣彈 因為它的E3P在模仿Bass 然後E4P的那兩條弦其實在做 對對對 所以比較常見第五第六弦在模仿Bass台奏 對 然後第三第四弦講難聽一點就是 它沒聲音都沒有關係 沒錯 就是這個聲音 它其實是兩個聲音 一個是 一個是 它是把這兩個聲音混合在一起 所以你其實沒有聲音 重點是那個節奏感 對沒有關係 對沒有關係 只是它那個和弦的聲音 會變成是另外一個和聲上面加分的效果 對沒錯沒錯 所以我覺得剛剛講到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我個人想 也之前有想過 就是非常重要的重點就是說 其實彈fingerstyle 你不是在彈吉他 你是在模仿不同的聲部 所以說有時候譜上面不會告訴我 譜上面就是 比如說你看我們看tab 他們上面就寫數字 你就是彈到那個音那個什麼 可是它不會跟你說這個音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樂器 它在模仿什麼感覺 所以說你就很容易我們都把那個音彈出來 但是其實如果你換一個角度想 你是用不同的樂器在彈奏這件事情來想的話 你可能就會有不同的想法 你可能就會覺得 其實我這樣做也會有這個感覺 你可能可以換一個方式去彈 我覺得這個其實會是更 這要怎麼講 就是我覺得這其實是更深 更深一層次的一個內容 就是我也常跟學生講說 你把這首歌就是 比如說給你一個樂譜 然後你很喜歡這首歌 你把這首歌練起來 你才站在起跑線上而已 對對對沒錯 就是你才真正有機會開始 真正去認識這首歌 對然後後面就會有像 比如說我們剛剛討論到更多的細節 因為像剛剛懷疑講到 你要去想到別的樂器 那個真的就是 音樂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你想的東西不一樣 你表現出來的東西就會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很分層的去 去像那些大師們 去想像不同樂器的話 這個是慢慢的 你感受到這件事情 就會慢慢發現 他會真的帶給你聲音 有不一樣的感受 包括像我剛剛講的 那個放鬆那件事情 你把綠洞帶到手上面 然後再把這個動作帶到吉他上面的話 它會是一個自然的動作 而不是很自然的去帶那個輕重 而不是你真的說 這邊比較大力 我就彈多大力 對對對 不是說就是你看著譜上面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其實不是這樣子 對 我也分享一個 就是我都會教學是怎麼做 比如說如果是有譜的話 然後比如說是某一首歌 然後是蹦曲的動作 我會教他拿筆畫線或是圈 完全一樣 我覺得說 我跟你說 你現在就看到這個譜 你自己先判斷 你覺得是伴奏音的地方 你圈起來 你覺得旋律音的地方 你畫底線 對 你畫出來之後 你就會有感覺 因為你視覺上就看得到 因為哪邊要加強 哪邊要放鬆 就是其實就在那邊 對沒錯 這個超重要 這個超重要 蠻有趣的 沒想到一樣 對對對 好 那最後我們來請歡迎 就是用一首歌曲的彈奏 他自己編了一個彈奏 除了讓我們學一點 這樣子的彈奏以外 那也可以同時講解一下 你的整個編曲的構造 想法概念 然後整個有什麼有趣的過程 好 那這個和弦 這個練習的和弦進行是這樣 A-mine C 然後F 但是這個F比較特別 你要用大拇指去壓 第六弦的F 為什麼 因為這跟剛剛 等一下會講到的韻子有關係 左手的韻子 對 左手的韻子有關係 所以說他這樣會比較順一點 再來是E 好 我等一下和弦可能會有一點簡化 那大家可以看普利 第一個 他的就是bass音 先用悶音的方式來彈 他的拍子這樣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小 前兩個小節都是A-mine 和弦內音 那再來下兩個小節是C 那這個和弦 這兩個小節主要是C和弦 然後後面有一個working bass 接到F OK 那後面是 跟剛剛這個A-mine的感覺有點像 就是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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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第一個步 第一個聲音 這其實就是在做和弦上面 Bass的彈奏 對 Bass的彈奏 那就用吉他的低音聲部來模仿這種感覺 接上悶音 所以其實已經可以開始注意就是 它環影音音不是那麼單純的在彈一個和弦 對 沒錯 你要去想說你現在低音要做什麼 已經是在模仿Bass在彈一些東西了 跟音的那個線條 對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和弦加進來 那和弦很簡單 我們只加在第一拍的反拍就好 它就變成 好 所以比如說第一小節 就會變成 只有那一下而已 對 只有這一下 這麼簡單 對 就彈這個和弦就好 其實它就已經可以表示這個音樂的感覺 你會聽到那個和弦 你自然就會在頭腦裡面聽到那個聲部的聲音 呃 幻聽 對對對 你的幻想好像有第三個人這樣 第二個人 當然我會做一個其實斷音的動作 就我彈完之後會把它切斷 OK 有點像是 像和弦在刷一個節奏 對 刷一個節奏的感覺 那它驚起來就會變成這樣 很難 這樣聽起來是不是就感覺還 就突然變得很豐富了對不對 只要有兩個聲音同時出現你就會覺得已經很難直接一次就聽清楚我到底要幹嘛 你就覺得很豐富了 OK 這就是Fingercel 奧妙的奇妙的地方 就是說有兩個不一樣的聲部 你就會覺得好像很多 但是現在只有兩個而已 好 那再來我就把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這個技巧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這個技巧 這個只有彈幕指頭才可以用得到 那我沒有給它一個名字 簡單來說就是它的原理 就是你在做這個技巧的同時 你還可以彈到那個音 做打板的聲音的時候 你同時可以 所以是不是就是動作大一點 然後讓它有一點刷下去 但是不是刷 而是單純剝掉一條弦而已 對 它其實 我覺得這個也很難用一件預形 它其實大家看我的手 其實就是保持一個手心 往下敲就好 但是你敲完之後你拇指要離開弦 它才會發出聲音 就不能停在上面 不然那個弦不會震動 對 那加上我有點悶音 所以我下去的時候其實是有悶到 像先生的位置 它就會這樣 然後又會帶一點撞擊的敲敲感 就感覺好像沒有在打板 對 看起來像打板 所以說 像如果我把剛剛這種複雜的Bass line 再把節奏加進去 你就可以用這個技巧 就同時會有 也會有 講說會有這個聲音 也會有這個聲音 會有音符 也會有敲擊的聲音 對 好 那我先 先用第一個小孩的A-Mine來示範一下 它是這樣子 我放在二四拍 也就是第二拍的時候 其實本來就是打板而已 單純打板 然後它反拍彈一個音 但第四拍的時候就是這個音 跟第四拍 就在第四拍正拍 所以它你就要用這個技巧 才有辦法同時打板 然後又彈到那個音這樣 有點像喝酒有點像抽煙 對 沒錯沒錯 好 那如果這個聲音 再把剛剛我們的第二個聲譜 就是第二拍的反拍的和弦加進去 它就會 聽起來就更豐富 對 就有三個東西了 這個有沒有 這個如果用這個方式一點一點加進來的感覺 大家應該就會覺得 其實我編曲的時候其實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想 對 而且我覺得奇妙的事情是 你單看每一個概念其實沒有那麼難 對 對 然後你只是要克服那個把它湊起來 然後它那個技術上面的那個 那沒錯沒錯沒錯就是 所以其實我在編這種東西的時候 就偷偷跟大家說 就是我其實不是馬上就想出來 我是先在符上面一個一個聲譜先寫出來 大概想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哪邊我要幹嘛 然後就像有點那種副鞋子 你把三個你把它疊在一起 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 喔 好我要把 變成一個完整的譜 對我要來把它練起來 對我要把它練起來 然後那有些地方你可能一邊就一彈下去就發現 喔這不可能做得到 那你就可能要做一些修改 調整 對一些修改 手型上 對手型上 甚至你可能省略一些音 那一拍的時候省略一些音 對 那你就可能你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喔是可以彈的 就是說它可能很難 但是可以彈 那 但是這個過程其實就很需要你的技巧基礎 如果你技巧基礎不到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把它變成可以彈 喔 對因為不管這樣 對有的時候搞不好它是可以彈的 只是你技巧還不到 對 就是你一開始練的曲子量很重要 技巧的東西很重要 當你這個技巧的數據 你的數據庫很多了之後 你在做這種編曲上的微調 你就會變得更有更多可能性 有資料可以查詢 更多可能性 對 大概看了會知道說什麼 大概可以做得到什麼做不到 對對對 有沒有機會這樣 練一下就好了 對對對 你就比較有這種感覺 就是說 喔這個只是很難 我再練一下 應該是OK的 這樣 那這個不可能做到 沒有看過有人這樣彈 對 我想要bonus加問一個東西 你會不會再彈一下剛剛那個東西 這個嗎 就是剛剛那一段 那一陣段 好聽 我不知道就是 你們會不會聽得到 在第四派懷疑有偷彈一個小東西 這個 這個是 我在學 就是學fingerstyle後來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蠻有趣的一個事情就是 會看到 就有的時候你去彩譜 然後或者是你去網路上找譜 刮號 之類的 你就會看到譜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明明已經確定你百分之百照譜彈 然後你再去看影片 怎麼跟他就是不一樣 聽起來就不一樣 然後好像有少 對對對 這就是 就是你偷做事情 這個其實 就是 一般有一個名字叫ghost note 就是說 你可能就是這樣撥一下線 製造一個聲音去填滿那個 節拍的空隙而已 所以那個聲音對你來講的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它對我來說是一個 因為你看這個很特別 這個不是只有你 那些大師們也是這個樣子 你會發現他們在教歌的時候 就像比如說你剛剛在教那首歌的時候 完全會忽略這個事情 但是在彈奏的時候 就會很自然 很自然 不是刻意是自然的 就把這個加進去 你真的只有加這些嗎 然後就變成說 你明明就照 甚至比如說你看完譜彈 然後你明明就照著譜 甚至比如說他有教學 你明明照著他的教學去彈 然後最後你在看他的表演的影片 不一樣 對不一樣 我前面到底在練什麼 對對對 好 我覺得 剛剛這個 這個我先講解一下 剛剛我最後那一拍做了什麼事情 我是這樣 我現在是把它強調出來 所以你會聽得很明顯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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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有多一下 對有多一個聲音對不對 那這個聲音呢 其實就是這個 第四拍的反拍嘛 OK 那這個反拍 如果你要讓它有存在感的話 就是你就要 你就要在這個第四拍的反拍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好 那第一個最常見就是像這樣 你就輕輕的去掃一下行 OK 比如說 所以你可能是要悶住它 OK 那它就會有輕輕的這種聲音 但這個聲音 你不要刻意去做 就算你譜上看到 你也不要刻意去把它彈出來 因為它的角色就是一個聲音 去填滿這個拍子而已 所以它只有一點點就好 它其實是不是比較像是在打鼓做一個節奏 而不是真的你要去做一個音符 對 對 其實有點像是打鼓做一個節奏 對你來講是這樣的感覺嗎 因為對我來講是比較偏像這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鼓手也 鼓手也會有Ghost note 所以它其實 其實也 我覺得鼓手的Ghost note 是特別要去做的 就它比較 不像是律動 就是它可能要真的去 碰到那一下 才會有那個聲音 可是 我們彈其他 就是 我們是可以順著肢體 去 有這種聲音 所以有時候我彈出來 其實我沒有感覺 因為我的手機 你沒有意識到你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已經 我已經在這個律動上面 有時候弦的手就撥到一下 對 或是已經是一種習慣 所以說 我覺得 如果要仔細分享說要怎麼練 我也沒有特別的去思考過 可是 我只能說 你不要去刻意的做這件事情 而且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你可以 嘗試的在這些拍 也許比較長的音的 不同的拍 空拍的時候去做一些聲音 對 尤其是這種有節奏感的曲子 段音很多 你一彈完 那個四分音符的後半段 都是空的 如果你不做一個什麼 聲音的話就變成好像 就都是休止符 對 都是休止符 我剛剛說這個 Ghost Note 這個第四拍的反拍 你可以做 這個對不對 還有一個就是 你可以做休止符 就直接悶住 但是我現在就沒有辦法示範 因為我本來就是斷音 他本來就啪 就不見了 可是如果你是長音的話 我在這個反拍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悶住 這樣也會有 那種 像這個拍子有一點swing的感覺 它也會有那個swing的感覺 跑出來 也就是 利用休止符去做 那種有聲音和沒有聲音的切換的跳動感 因為你切換那個點 如果是在swing的拍子上 或是反拍的拍子上 它就會造成你有那個感覺 在那邊有一個空洞 變換 然後你就會聽到那樣子的律動 時間點的位置 對對對 這也是一個方式 像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這個真的也是比較難教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比較傾向於帶學生去 感覺 對 因為你如果感受到那邊有一個東西 你就會很自然去把那個東西做出來 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感受到那邊有一個律動 你必須要做 可是那個律動又不是說某一個音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你這一個是要有一個聲音 對 然後不用刻意去強調它是什麼音 對 然後你就會去做那個goes no 這樣 那可不可以 請你 雖然說有一點刻意 但是請你刻意的示範一下 就是有那一下goes no 跟沒有那一下goes no 好 我們比較一下好不好 我來 第一個是沒有的 好 來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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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下 對 好 那不要小看那一下 雖然說那一下少彈了 但是他會讓這個abeinh Judas 會有 等於說那個第四拍彈下去後 他後面會有更長的空間 所以大家可以 第一個句子 Buddy 你要去感受看他有沒有一個更長的空間 這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 它有用goes no 把它補滿 所以 你會感受到第二個 由 那在彈奏的時候 如果剛好有這種feel 你就會比較自然的 就比較自然加進去 你就會知道說這裡我要做一個東西 而且你不會去害怕 不要去害怕 我要不要加這個 我突然也想到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也是要鼓勵大家的就是 不要害怕彈的跟譜譜一樣 因為很常這種東西譜完全不會寫 其實像 我覺得像這種木吉他演奏曲 或是這種比較跳一點的曲風 他很難百分之百完全都 每次都一模一樣 對而且就算有一個CD版 你也很難就是把它完全就是 每一個細節都記錄在譜上面 所以說 音樂的第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節奏 你要先感覺到這個節奏 你可能才會自然的去做出一些變化 對 感覺它就對了 真的 OK 好那最後呢 我們非常感謝那個 歡迎接受我們這次的訪談 雖然說這次訪談到後面其實 好像有點天 有點擦開 不過沒關係啦 大致上就是希望可以大家 從我們的聊天過程中 獲得一些有用的資訊 那希望這個內容可以對你們有幫助這樣子 那最後想請歡迎就是有什麼 最近有什麼計畫嗎?活動 或者是在哪邊可以找得到你之類的 宣傳一下吧 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也本身有在經營 Instagram 跟 Facebook 跟 YouTube 所以說 在這三個平台上面你打我的名字 應該都可以找到我的帳號 對 那 那就歡迎大家來 來追蹤 對 那推薦大家可以去看我的 YouTube 跟 Instagram 因為我那邊上面的東西比較多 那 Facebook 大部分都是放一些小東西 另外就是最近有一些演出活動 第一個是 12月24號的晚上 台北小巨蛋捷運山附近的一個 複合空間 叫做和光 有個聖誕音樂會 那這個因為會比較溫馨一點點 那如果你覺得那天沒有事情 然後想來聽聽音樂 然後甚至玩一下交換禮物 可以來玩玩看 你也會帶禮物去嗎? 對我也會帶 大家想抽懷疑的禮物 記得踴躍參加 那我會再把連結放在下面 大家再去資訊欄看 對 好那第二個活動是 就是我自己的創作分享會 辦在明年的1月15號 晚上在女巫店 時間是7點半到9點 那這個是沒有預售票 它就是現場購 現場售票 這麼刺激喔 對這麼刺激 每次去那邊都有點抖 那當天健身室 對 大家幫忙來坐滿這個位置 別這麼說 我只能說 因為我每年都會在女巫店 辦一些 辦我自己的創作分享 那邊的聲音 是我覺得 我演出過這麼多的地方最好的 對 因為它有一些很厲害的音響 對 那 那歡迎這麼棒彈奏加上那個聲音 真的是應該是不得了 對 那追起來看起來 對 好那我最近的演出活動 大概就這樣子 最後是我明年有計畫要出版一本 我的改編樂譜的書 不是寫真書 不是寫真書 寫書是有點想看嗎 應該沒有 對 不會啊 怎麼那麼帥 是樂譜的書 那裡面也可能會放一些我的創作 不過這個還比較遠一點點 大家可以先記起來 錢可以先存 對先存起來 那follow一下我的社群帳號 那慢慢我會把這些事情的 實際的宣傳活動再公布出來 那希望到時候大家再多多支持 那真的是非常期待 明年大概也是很多計畫 對啊 因為今年停擺了 也是疫情 大半年 真的 大家追緊啦 追緊啦 最後宣傳一下 我自己本身有在做教學工作 那我本身一般都是在台北 那我現在教學的地方 主要是在三重和台北市 對 有我自己個人工作室 也有音樂教室的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到我的社群的視訊我 跟我去問 大家有興趣視訊上課的話 也可以找歡迎你去 對對對 如果你是在 服務員國界 對 在台灣其他地方 甚至你在國外 如果你有興趣 都可以 想要跟我 可能要問我一些問題 什麼之類的 上個幾堂課 也可以跟我約 歡迎 因為我有視訊課的 視訊 對 有視訊課的服務 OK 好 那最後真的也是非常感謝 歡迎 那我們今天活動就到這邊 訪問就到這邊 謝謝啦 大家掰掰 掰掰